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呢 是从一代玉女成长为金像奖影后 再到后来的继身为时尚辣妈 没错 她就是一只坚强乐观的张伯芝 张伯芝同学呢 这个最近是有报道说 她将会退出演艺圈 不知道这条消息是真是假 自谢霆锋与周迅陷入恋爱风波时 就有消息报道称 前期张伯芝一怒之下 带着两个儿子必走加拿大 此后张伯芝就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日前香港媒体报道称 张伯芝有意退出娱乐圈 而近日张伯芝助理Andy Gaga微博爆料 自己已经解约 令张伯芝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更加扑朔迷离 记得去年六月 我动了一个心脏的大手术 后来要一直休养 也不想耽误博芝的时间 因为她那时候非常忙 但我又没办法帮到什么 所以我跟她有共识之后 我选择离开 如今Andy Gaga主要在帮忙 打理范伟奇的工作 究竟张伯芝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是真是假呢 我们的记者特意指点 张伯芝的经纪人艾米里求证 不过其电话一直处于 无人接听的状态 而对于张伯芝 可能退出娱乐圈的原因 很多影迷也有种种猜测 最近有香港媒体拍到 张伯芝与两个儿子 在温哥华的生活照片 据报道张伯芝 已经为两个儿子办好入学手续 本周开始 六岁的卢卡斯便正式入校 而如今三岁的Quintus 也已经进入幼儿中心 如此一来 张伯芝退出娱乐圈 安心在加拿大抚养儿子 便顺理成章 最后一天 在温哥华竟然无意间碰到了张伯芝 可惜没弄合影 只是背影 是全家出动 再陪哥哥卢卡斯搬入学手续吗 看到弟弟Quintus的小男鞋了 球正脸 在温哥华竟然无意间碰到了张伯芝